而要能够欣赏赏西在地柴烧桃逸的创作品 建议大家不妨也在花莲住上一晚 新冠疫情花莲成为了国旅首选 远凶集团在魁维19年再度打造了全新的饭店品牌 以饭店房型与背包客铺味的清湿滑清旅为主要目标 力拼要成为花莲最潮的旅店 魁维19年远凶集团再度打造全新的饭店品牌 这次主要是以饭店芳心与背包客铺味的清奢华风格 来抢供轻旅市场 19年来海洋公园 我这远凶越来大饭店 这个有起有落 但是经营事实上这个行业非常辛苦 为什么远凶尤其是在这个10点 继续投资第二个副品牌 也是配合政府的这个未来的一些社会时工背景的变化 所以一切都从我们花莲来出发 无论是饭店或者是这个海洋世界都成为花莲的指标性 而今天又将第一个示范的我们清奢华的饭店 清旅游的饭店在花莲开始起航 我要再次谢谢洪董事长对花莲的看重 以及对花莲居住的信心 远凶的新品牌花莲月乐旅店 总共规划了五种房型 除了适合背包客入住 一家四口也可以玩得很自在 精心规划的空间设计 让人仿佛置身在网红新景点 定位的区隔在我们主要会以一个 介于在背包客栈跟饭店中间一个清奢华的旅店 那这样子的旅店呢 就是带给客人的饭店的服务感受 然后饭店级的设施 但是它不是像背包客这么简单 但是又可以让背包客来这边也很放松 让所有人来这边都可以享受 清奢华的一个旅行 然后很放松 整个空间都是大家可以共用的 像我们的房间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没有做柜台的morning call 就是我们在房间里面会有一个蓝牙音响 那这个蓝牙音响你可以从手机 你可以播音乐 那你可以设定你的闹钟 所以也把人工的这个部分 把它今天淡化掉这样 为了庆祝首间旅店正式开幕 约乐也同步推出多重的超杀优惠 让旅客在平日以最低740元就可以轻松入住 甚至筹备一系列的店长带你玩活动 邀请房客一同探索最在地的私房野戏温泉 秘境缩息等独家行程 希望让到访的旅客留下独一无二的住宿回忆 记者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